大家好,我们是 永去传统,川牛不喜 探究文创商品行销之传统宗教工艺推广成效 以下是本组的目录 01.千年介绍 02.市场分析 03.企划实作 04.结论与建议 01.千年介绍 永传大家位于台南最繁华的神龙街里 主要是制作神教木座工艺 神教木座工艺是一个需要被保留且搭带相传的无形文化资产 创始人王永传老师傅获奖无数 更在2009年获得传统工艺最高电堂新传奖 工厂内使用的技术是少见的瞬接技术 由瞬孔、瞬卯对接而成 使神教更为耐用 以下是永传大家有现今面临的三大困境 01.年价产品市场竞争 02.民众不了解神教文化 导致无法融入大众市场 3.通路不足 因为永传大脚能力不足且工时返常 导致在销售服务不完善 以下是本组的研究动机及研究目的 本组想要活化成统在地工艺 以及达成推广成交文化 其成民众认知 以下是本组的研究方法 以下是本组的研究架构图 主要是作以设计文创商品 以及神教小学堂为主 以下是本组的课程应用表 其中弹性课程 说出影响力 以及手作一起来 围在学者所学 使用在手作模型 以及神教小学堂上 2.市场分析 1.实作可行策略 我们使用以上策略执行文创商品及官方网站 成功推广神教文化 2.我们透过STP分析法 找到模型神教及文创商品目标课群 满足道教信仰课群 3.市批 产品价格 永川大教产品主要有文教 武教 险教 在价格方面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 通路 消费者可以前往永川大教工厂 也可以透过Facebook Instagram订购 推广 永川大教主要透过 公共关系 直效行销 一页合作等方式进行推广 4.市C 顾客重视线上咨询的便利性 因此我们建立官网及时咨询服务 同时减少交通成本 在沟通方面建立神教小学堂粉丝专业与民众互动 3.企划师座 以下是本组实作的目的为 推广神教文化以及提升店家形象 这是本组所创立的活动粉丝专业 我们一共发布了20篇的宣传贴文 在我们的粉丝专业中 其中在神教小学堂活动举办的前一天 触及人数更高达了5405次 达到了宣传的目的 在神教小学堂演讲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成功帮助到店家 提升品牌形象 以及推广神教文化的目的 这是本组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钥匙圈 我们使用爱比式化进行绘制 设计图案中有4种含义 其中包含福气、财运、长寿、中成 这是我们所设计的文创口罩 整体以黑色为底展现庄严高贵的神教力量 再以红黄色进行Q版神教logo设计 展现另一面不同的神教文化 问卷分析 我们可以得知 当天参与者多为40岁以下的青年租群 职业多为工商业为主 以及在活动之后的民众反馈可以得知 民众可以充分了解神教文化 以及在产品方面 我们可以得知民众非常热爱 我们所设计的文创商品神教钥匙圈 由以下图表得知 民众大多热爱收藏精美的工艺品 必偏好实体订购 因此我们设计并贩售模型神教 满足顾客需求 以下是我们设计的三种不同模型神教 目的是使神教产业向下抓根 这是模型神教交流会的现场影片 我们也架设官方网站 解决永川大教通路不足的问题 这是我们透过Ice Drake设计的 品牌形怒AR以及NFT 4.结论建议 透过官方网站制作 以及实体活动神教小学堂的实作 符合SGD4优质教育 使神教产业达成虚实整合的效果 2.参与模型神教环保绕境祈福活动 符合SGD12责任消费与生产 使神教产业能够向下抓根 3.设计并贩售实用文创商品 使神教产业能够走进一般民众的生活中 建立 我们认为永川大教还可以多过以下四点进行改进 1.定期举办文创商品及木作品体验活动 活化产业吸引民众 2.文创产品收入服务 提升品牌忠诚度 3.建教合作 广大人才 4.透过推荐享有价格折扣的优惠 吸引更多民众购买 我们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是永川大教 使神教文化永远流传 谢谢大家